那姚思基姆跟师尊 那当然是没有话讲 我从基督教 变成学道 学佛 是因为姚思基姆的关系 姚思基姆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没有姚思基姆 就没有Chuvrasku 也没有卢圣燕 也没有今天 什么都没有 姚思基姆是一个关键 我对姚思基姆 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吧 是非常恭敬的 我今天看到这个 我们护摩前面那一尊姚思基姆的像 柴河掌 它马上就感应 柴河掌就感应 特别快 特别的迅速 我的房间里面 就是我的卧室 跟我的 我个人用的洗衣间 跟我个人用的小的客厅 一共有八尊姚思基姆 一共有八尊姚思基姆 我房间里面 在我卧室的左手边 就有姚思基姆跟斧头金刚 另外在我的右手边 在我睡觉的 这个顶的 右手边的一个小客厅里面 就有大金母 二金母 三金母 那大家以为说 哇 金母还有老大老二老三 其实不是 大金母呢 是人家刚送来这个 这个中委会那一尊 中委会那一尊 然后送来 打开以后 不是有破裂吗 然后跟那个送的人讲 送的人 又另外再钓一尊 再送来 那一尊比较大 我就称为 只有一尊 叫大金母 特别供奉 二金母 是原来我自己的坛城里面有的 那个小坛城里面有两尊金母 两尊金母 所以我称为二金母 那常人上司 十环同修会上次送来 三尊金母 一个是白脸 一个是金脸 一个是黑脸 摆在一起 就叫做三金母 不是有老大老二老三 一共一尊 两尊 三尊 就六尊 包括我房间的两尊 就八尊 那外面大客厅还有一个 珍宝金母 全部全身都是香宝石的 我称它是珍宝金母 还有真正的佛堂里面的 瑶士金母 那里又有两尊 所以我家一共有几尊 是珍宝金母 有时候也算不清 真的 我的那个真正的坛城 大坛城是在地下室 那么最早的珍宝金母 跟新的珍宝金母都在一起 那总共加起来十几尊 单单南山雷杖石 就有十几尊的瑶士金 禅文上师的 本来在我生日之前 要送来一尊很大的金母 那是很高的 跟这尊一样很高的 是牵手牵眼 也要吃金母 但因为 因为第一个 这个 那时候 那一尊是中国雕的 是中国雕出来 前手前沿的那个 那个瑶士金母 那因为是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关税 还有那个 没有船 还要去租一部船 还要印这一尊金母 还要那个 专柜 另外还有两尊护法 要印两尊护法 这是 洗金刚跟飞机金刚 要印过来 要印过来 一共有三尊 要一个大的货柜吧 他跟我讲一个大的货柜 还有一个千手千眼 关 那个 瑶士金母 千手千眼 瑶士金母印来 我家真的就变成南山雷杖士 他还讲说 要在我的门口放两个金刚绳 什么是金刚绳呢 就是 落这个胸肌啊 两尊摆在大门口 南山雷杖士 我告诉你 师母跟我计划 将来真佛命宴 就要送给 这个真佛中的团体 那么南山雷杖士 就变成南山博物馆 那真佛中博物馆 也是送 现在南山 我住的南山雅瑟 根据那个Edging 房地产的Edging 估价 是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美金 我们不留给什么人 就留给雷杖士的团体 还有真佛命宴 也是送给雷杖士的团体 南山雅瑟也一样送给 雷杖士团体 我们走啦 留房子有什么用 当然是送 这个小孩子有小孩子自己的那个 钱是身外之物 你带不着什么东西 里面的很多的 七真八宝 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有一尊 摇石金母的 顶上 顶额这边 是香啦 好多克拉的钻石 算旧啦 钻石 这真的是最贵的东西 不能讲出去了 不能讲出去了 真的是钻石 而且好几克拉的 不能讲的 好 现在讲出去了 但是你们不知道是哪一尊啊 你们不知道是哪一尊是真的钻石啊 摇石金是我最尊崇 将来我们都扶持 他也是最照顾我的 每一次我有身体有怎么样子 我就喊 大金母 二金母 三金母 赶快救救命啦 拍一拍 拍一拍 自然 真的就会好 咱们摇石金母 咱们摇石金母 我这一生 只有摇石金母 当然还有阿弥陀佛 和地藏菩萨 是我的三个根本本质 最重视的 在敦煌石窟里面 我讲过 那些人 是我们 taking a step of a ste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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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ke 这些人 三个人 三つ在一起 敦煌石窟 怪不得他要找我 这就是 离不开的阴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